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由升转为小扁的格局 注意喔 由升转为小扁的格局 那这种情况你来对照一下台股的大盘指数 开平高盘之后那么慢慢的回撤平盘 尾盘再拉上去 不过在今天中午之前 这个格局是从涨变成涨幅收敛回到平盘 所以其实还是老话一句 台币跟台股近期的这种联动关系 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而这个密切呢 其实就是透露出 外资到底在这里 它会继续的卖台股 把资金汇出 还是它会资金留在场内 甚至回补加码 那么这一切的源头 其实还是来自于汇率的影响 那汇率呢 又在反映什么 反映呢 美元的升息 持续扩大跟台币的利差 那么按照现在新的预期 11月 12月联准会呢 还有今年最后两次会议 恐怕呢 都要各升息3码 3加3 年里之前 还有6码的升息幅度 所以现在的台股 其实有一点被动 比较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路 似乎呢 就是受制于美元的升息 然后看着汇率跟外资的脸色 至于说美股呢 最近其实也是大涨大跌 大涨大跌 非常的不安定 那这种种的外在条件 都告诉我们投资朋友一件事情 你现在在操作股票 千万不要呢 贪多 也就是说 以前呢 在大多头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赚得多 选到好股票 不要呢 赚了20% 急急忙忙的 就缩手 就退场 因为有机会它可以涨 三成 四成 五成或更多 但是今年呢 已经很明显的 多数的股票是走空投趋势 那少数多头的股票 它也不是每天都在涨 所以你反倒呢 要去想 你要一口气赚2 30% 比较容易 还是呢 把目标降低为赚5到8%就好 那温洋老师是很坦白跟各位讲 这个盘不要说是一般投资朋友 专业分析师就包含温洋老师 我也没办法跟你讲说 打包票 你跟着我 轻轻松松压了好股票 一口气呢 马上让你赚两成 马上让你赚三成 市场上 可能很多人是有这种诉求 这种讲法 你可能常常听到 那你也许曾经被吸引过 结果呢 等到你实际进场之后 发现可能不是那么一回事 那我们必须回到实际 因为盘势的压力就是存在 变数不论老师多厉害 我也不能打电话跟联准会说 麻烦你年底前不要再升息了 所以利空本来就是随时会冒出来 干扰这个盘势 我们不能改变盘势 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操作的方式 简单来讲呢 我认为今年尤其是现在 你要赚钱 除了多空双向配对交易之外 获利目标你可以试着呢 把一口气要赚20%的这种 比较贪心的想法 改变为呢 一次5到8%就好 这是一种弹性的做法 你觉得5到8% 是不是比较容易 是不是比较简单 比起要一口气230% 那5到8%乍听之下很少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想说 我前面亏了560%了 如果一挡股票 我只赚5到8% 那我怎么补得回来 没错 如果你只做一次 赚5% 抵不过你之前亏50% 但是只要节奏对了 你持续下去 继续努力 不要放弃 跟紧薇洋老师的脚步 大家算一算 想一想 你一次5到8% 100万进去 是不是变105万到108万 你再做第二次 也不用多5%到8% 再来第三次5%到8% 三次下来以后 你的本金加上你的获利 大概就会来到 115万到125万 等于15到25%的报酬率 所以一次赚两成 你说难不难 但一次只要赚5到8% 这个机会有没有多很多 风险能不能降低 因为当你开始不贪多之后 常常你手中的资金 是一直在流通活用的 你就不会担心太多 所谓流仓隔夜的风险 睡一觉起来风云变色 怎么昨天 美股大涨搞不好今天大跌 你不用担心这种事情 赚到5到8%就跑 那钱呢 可以灵活运用 所以假如呢 原本有500万的人 现在只剩下100万了 你那100万 你要怎么样把它用起来 感觉好像有200万300万 是可以超盘的 就是不断地流动 不断地流动 否则如果买了就套 买了就套 就算赚了也要呢 奢求要等那个20% 30% 才要出场 那你再多钱 恐怕都会觉得不够用 因为500万让你通通砸进去了 套牢了 没钱 再去借个500万出来 累计1000万了 买错了又没了 放在那边动也不动 钱再多都会不够用 所以只要你能够把超盘的目标 从提高报酬率转变为提升获利的胜率 整个感受会大不相同 资金的效益也会完全地发挥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部分 3289宜特公告了第三季财报 单季EPS2.28元 非常的亮眼 那加上上半年 那前三季呢 EPS5块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那昨天宜特呢 其实他一路往上拉高 显然就是呢 有人已经先知道了财报 所以果然昨天呢 盘后公告财报 那今天股价呢 受到这个激励又往上开高出来 不过宜特目前来看 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漂亮的V转 当初呢 股价打下来的时候 魏杨老师就是告诉我们家族会员 宜特呢 将会进行V转 这个我所有的会员 你可以问问他们 他们都知道 的确呢 在这边就出现了一个 非常漂亮成功的V转 那我们为什么认为宜特有资格V转呢 第一 业绩好 第二 他完全是被错杀 基本上呢 跟美国的半导体禁令 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第三 背后控盘的是投信 投信这一波呢 基本上也都没有跑 好 那今天我们呢 破例把党一趟 那当然股价到了尾盘 还是非常强 那稍微还是要提醒一下 看节目的朋友 狄特这一波 如果是在77块钱以上 大概就这个位置 会是他一个多空攻防战的关键 那你要不要去赌他会过高 还是你要不要去拼 这个大家就自行取舍 但对我们家族来说 操作的重点 不是一档股票能不能过高 是我们已经把握了最快 最甜最有效率的一段 获利放口袋 有赚到才是真的 我们现在在意的 不是宜特会不会过高 我们在意的是 这笔钱收回来 我们要做下一档了 我们要做下一档 往下一档股票呢 继续再去追求 5%到8%的获利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魏阳老师 跟各位讲的都是 算是保守客气的预估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宜特事实上 就这两三天 他有没有超过 5%到8%的目标 当然是有 远远的超过 但是我的目标还是一样 放在5%到8% 那当然所以有的好股票 能多赚 我们也是帮大家 多赚起来 这个行情在动荡的时候 你的心态就会更安定 再来我们看一下 3454精锐 精锐也就这短短的几天 股价基本上 也是一个V转的格局 你看从第一波的 喷出几掌 我们出清之后 耐心的等待 技术性的拉回 那事实上呢 在精锐拉回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在留意 他的业绩 他的筹码 跟他的现行 那其实因为有人知道 他9月营收没有创高 所以股价先做整理 可是这个整理来讲的话 你不论是跟大盘比 或跟盘面当中 多数的电子股比 精锐都是很明显的 强势多方股 加上拉回的时候 跟上涨的时候相比 这个角度其实是放缓 所以我们采取 分批承接的方式 我也不会带你 一口气贸然的赌注 重压 没有必要 我们就是分批买 那你也不要说 买完了又跌 买完了被套牢 事实上不是 当你一开始就设定好计划 是要分批买的时候 各位 不是说买完 他就要马上上去 那这种股票 你就让他沉淀一下 把筹码洗一洗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背后的 所谓的假外资 他就专门在洗福额 这边买一下 他就给你杀出来 这杀低之后 他又接回来 接回来之后 这两天弹上去 外资又跑 通常这种 一下买一下卖的 比较偏向短线进出的外资 这通常都是假外资 假外资 但是这个不重要 重点就是我们要知道 你要清楚 一档股票的节奏感 所以分批买进之后 降低了我们成本 那这边拉上来之后 即将要挑战 前高 那一样的逻辑 就像我刚才在谈宜特 金锐会不会马上过高 会不会过高之后 必须喷出 我们不需要预设立场 过高之后 我自然有过高的做法 过高之后 海阔天空上档无压 也许喷起来更快 到时候再做第二段 第三段就可以了 那现在逼近压力 没有必要 短时间谈上来 5%到8%的目标 有没有完成 有 又达正了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次聪明 有效率的操作 这样就够了 那所以在这里 我根本不会太在意 一档个股 它的中期压力 是不是能够突破 因为我们就是一段一段来看 那2305全有 快速的把档获利出清 小赚8% 那再来还有强势股 134的八冠 今天也过高了 今天直接它就过高了 那我们也把档获利出清一趟 所以今天我们到目前为止 跟各位讲到的重点都是在于 获利出清 获利调节 明明今天台股是涨的 我从早上就听到 很多很多分析师带着投资朋友 进场去追股票 去大买股票 当然你如果说持股本身 部位很少很低 你今天要去增加持股 去追一些强势股 我是没有意见 没有问题OK的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 跟长期收看我节目的 粉丝观众朋友说 其实这一波美股 带到台股的节奏 你发现了吗 什么时候是最好的买点 是美股大跌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相对 比较理想的卖点 漂亮的卖点 是美股大涨的时候 你有没有弄清楚这个逻辑 这个节奏 美股大涨 台股通常隔天会开高 然后压力会浮现 就像今天至少你看 开高之后它先回撤平盘 那当然你到了尾盘 有没有新的资金动能进场 那个当然就是盘中 你要另外去做观察 可是基本上 我算是告诉你们一个大秘密 因为最近几乎 魏昂老师所认识的法人 赢家的操盘手 大家几乎都是在做一样的动作 跟散户想着做的不一样的 这个动作是什么 反市场 美股大涨的时候 大家是在卖股票 是在降低部位的 然后你就有获利 然后本金收回来 当你账户的钱变多之后 你会干嘛 你会等 等下一次的大利空 等下一次美股的重挫 台股就会开低 开低大家也知道 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一天的反应 一天的洗盘 甚至下档 可能还可以吃吃 护盘基金的豆腐 所以开低之后 大家反而敢买 这就是节奏 当然我讲的是一个 超盘心法 大原则 不表示百分之百 可以应用在所有每一档股票 你不能这样断章曲去套用 但是这个心法 基本上是告诉大家 目前的节奏 第一个 你面对现在的盘势 利空随时不断 大涨大跌 波动很大的考验 请你多空双向 这是第一个 配对交易 多空双向 第二个请你把目标 由报酬率改为提高胜率 从希望一口气大赚 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赚 这个好处是资金能活用 那么一样可以达到负利的效果 但是你的风险可以大幅的降低 那其实第三个就是刚刚所提到 要反市场 很大的利多 行情很激情喷出 美股大涨的时候 你以站在卖方为主 大利空急跌爆杀 无差别下跌的时候 冷静站在买方 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三件事情 甚至把它做好 我觉得这个盘 你其实就能够游刃有余 没有大家看得想得那么坏 重点是方法策略 当然如果你一个人做不到 欢迎你跟着卫阳老师 我们一起来切磋 来讨论 你不论是直接打电话给我 或者是加入我的LINE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互动 待会休息过后 我们就要进一步来聊聊 今天的盘式该如何进行配对交易 来今天是所谓的鸿海科技日 当市场上都把目光焦点 放在鸿海集团 尤其鸿海家族里面 跟电动车相关的股票 可是你会发现 好像有那么一点 雷声大雨点小 其实也不用只聚焦在鸿海集团 因为说实在的 这个科技日 本来就是题材大雨时值 鸿海的车 现在预购状况很不错 可是量产上市 不是现在 所以如果你是在接 鸿海的电动车订单的 请问这个时候 会明显带来业绩贡献吗 不会 那如果是大多头市场 有概念有题材 它就会喷了 可是现在是大多头吗 不是吗 现在就是一个震荡盘 甚至你可以说 这个就是空头市场 所以空头市场 跌时重值 大家看的是什么 本质 那你其他的这么多 所谓的电动车工业链股票 如果都已经正在 接单打入国际大厂 你何必舍尽求远 去把你对于电动车的看好 既望在于鸿海家族 我觉得倒不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6205全新 这一档股票 过去我们操作过几次 所以算是熟悉的老朋友 那全新是连接器的厂商 那陆续切入到 国际的电动车供应链 那虽然它第三季的营收 小幅度的下滑 比第二季减少了 快要三个百分点 不过市场法人预期 因为它的毛利率向上提升 所以获利反而有可能 是创下五年来的新高 所以这个代表公司 现在在高毛利的 尤其像电动车比重 是持续在提升当中 那长远来讲 其实要打入到一些国际车厂 这个门槛是很高的 所以订单的能见度跟稳定度 其实都有助于股价的发挥 所以最近可以看到 投信三连买 也就是说在最近的这一波 大盘破底之后 投信也开始把资金 拿来抄底一些 有潜力的公司 那6205今天表现还不错 我们看今天其实 尾盘又慢慢拉高上去 最高来到85.2 收在84.9 收在接近今天的高点附近 那恭喜今天有上车的朋友 这个目前来看的话 这两个股是目前 已经收复了所有均线 少数的多方股 那讲到航运股的部分 今天有反弹 那成龙上个礼拜五的法说会 把警器其实做了一番定调 其实他说得很模糊 但我自己觉得我听得很清楚 他说2023海运警器不悲观 但是保守 保守但不悲观 那你觉得这是利多吗 当然不是 保守就告诉你 明年比今年差 所以他等于还没有决心 一口气把整个产业 最真实的状况 或者说负面消息 把它清楚讲完 这个对于股价落底来说 不是一个好现象 有些投资朋友期望说 同样是警器循环 那货柜海运 可不可以像面板或记忆体一样 就即将要落底了 然后像他们现在开始反弹 但你要想想 面板现在能够 报价止跌反弹上涨 是因为大幅度的减产 库存降低 那过去其实公司也都把景气 大概最坏的状况 都已经先揭露了 记忆体也是一样 那现在看起来海运 最坏的还没来 疫情之前的运价水准 大概在这里 那即便从高点已经 大幅度修正了六成多 可是现在的运价水准 还没有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 那明年的景气 肯定是比今年差的 所以会不会完全 回到疫情前的位置 我不敢跟你打包票 但是运价的方向 看起来还是充满了压力 那我们提到 万海的业绩最早就看到高峰 一路往下 那在平价水准当中 万海是最贵的 其次是阳明 我指的是货柜三雄的比较 那长龙相对便宜 所以这里如果说要配对交易 除了万海 那我认为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 2609扬明 扬明也值得留意 不是叫你做多留意 是提醒你 要避开 不要乱减便宜 龙卷空单创得新高 那么目前技术指标 DMI还是属于负DI 明显占上风 也就是它是一个空方走势 最后我们从筹码结构来说 长龙扬明万海 在10张以下的散户人数来看 长龙有38万 扬明有36万 都非常多 万海是12万 但是10张以下的散户的持股比率 长龙是21.17 扬明最多高达21.65% 融资使用率也最高 所以它这一波反弹 都没有办法站上越均线 所以建议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突破越均线的话 手中如果有持股的朋友 你可能还是要减码 而且要有一些因应的操作策略 操作要有保护力 好的股票要一段一段来 让价差创造富力的效果 此股被套牢的话 千万不要坐以待毙 要找薇洋老师来帮你解套求生 欢迎大家跟上我们的脚步 替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适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